各位末日求生爱好者们 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虫灾末世完结文 准备好咱们发车了 陨石降临 虫灾爆发 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虫子 突然远处有只巨型虫子直直地往这边走来 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 实在是太恐怖了 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自从一个月前开始 我就开始重复地做虫灾爆发的噩梦 根据梦里的时间 下周的现在会有陨石 一开始大家都把它当成一场很好看的流星雨 直到陨石砸落地面损坏的建筑物 直到科学家们发现那陨石竟然携带着外星的虫卵 仅仅五天 虫灾全面爆发 一开始我是不信的 毕竟只是个梦 但是我一打开电视就是专家预测将会有流星雨 再一看时间 预测的时间竟然与我梦中的时间分毫不差 看来必须要行动起来了 在梦里 我家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没有遭受到陨石损毁的 所以我家这边爆发的时间也会相对而言迟一点 其次 我家在27楼 到时候把所有管道什么的全封起来 虫子也应该难上来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只大虫子的事了 但是因为梦里的时间都梦到两年后了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慢慢考虑 现在我无比庆幸我有个有钱的爸爸 家里的这个大平层可以足够的储藏物资 更何况我们家还有足够的钱 既然决定了 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我爸我妈叫回家 我妈性子跳脱 这几年看多了末世论 倒是也很容易让他相信 主要问题就是我爸 我爸沉稳的很 让他相信肯定有难度 出乎意料的 我刚说这件事我爸就相信了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感觉要出什么大事 现在思思你一说 我这心立马定下来了 我爸是相信直觉的 我爸妈的是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物资问题了 我爸直接大手一挥 给我转了200万 让我去买点吃的东西 我爸公司是建筑类 肯定不好突然让员工买计卡车吃的送过来 我明白其余的东西 我爸一定会想办法搞定 所以也不磨蹭了 直接开了车就往某仓储行超市跑 同时在淘宝上迅速下单 螺丝粉6代50大包 南昌半粉3包50盒 红油面皮5代50大包 手撕面包10箱 黑芝麻护10包 肉松饼10箱 成年奶粉20包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是看了地址 在周边城市下单的 为了掩然耳目 我还特意填了不同的地址 我怕快递万一出什么是送不到 所以像米面这些还是决定去超市买 我今天开出来的是 我爸公司工人平时会拉材料的那种小货车 大米20kg200袋 面粉20kg200袋 方便面24袋20箱子 矿泉水12瓶50渣 酸奶12瓶5箱 香菇5大包 豆腐皮20包 盐60包 酱油12瓶30箱 我是没有经历过灾难的 一时之间竟忘记了还缺些什么 索性这些东西也差不多装满了我的小货车了 一边看着工作人员把东西往我车上运 一边突然想起来 坏了 忘了让我爸订水了 别忙发信息让我爸订水 我爸依旧很靠谱 告诉我他先订了200桶 明天再打电话接着订 我再一次庆幸我爸足够有钱 家里空间够大 并且还有着有钱人的通病 那就是怕死 家里的所有东西安保系数都是最高的 晚上经过看过无数本末世文的我妈提点 发现我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经过我妈的提点 家里得快点装上太阳能发电装置 到时候所有燃气什么的肯定会很快沦陷 电力方面得自己自足 早上一醒我就继续开着车直奔超市 高压锅来10个 空气炸锅来10个 小锅来10个 电煮锅来10个 取暖气来2个 暖宝宝来30箱 清凉贴来30箱 暖宝宝和清凉贴这些是为了应付一场天气 虫灾都有可能爆发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厚被子实床 薄被子实床 一次性内衣裤来个2000套 大毛巾来20条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是万一呢 保暖衣一人来10套 洗衣液3.5L20瓶 洗洁精2L50瓶 素食2瓶20箱 有5L60桶 沐浴露各个牌子 每种味道的都来2瓶 只要是我目所能及范围内都来点 最后要结账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不对啊 这是虫灾末世 不要买沙虫剂的吗 虽然说喷沙虫剂有毒 但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买了再说吧 又买了20箱沙虫剂 仓储型超市就是这点好 无论你买多少 都没有那种异样的眼神 关于肉类 昨晚大家商量了一下 觉得要是买两个大冰柜的话 实在是太占地方了 等肉类吃完了往里面放什么 所以我爸决定多买点熏肉 腊肉 香肠 午餐肉和罐头 家里空间大就是这点好 可以放得下很多东西 考虑到承重问题 我爸特意将水这些东西 分散放在不同房间 一排一排落起来的那种 初步打算水是买19L2000桶 当然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 矿泉水 以及可乐雪碧什么的 将这些东西送回家后 我又出来开始扫荡零食 薯片各种口味的 先来50包 辣条 不同牌子的都来50包 巧克力买几箱 瓜子来100包 干脆面多来点 去多多多买点 奥利奥每种口味 多多来点 豆干多买点 买着买着突然想起来 姨妈金和纸巾还没有买 连忙又把一整个货架的姨妈金 全部扫荡一空 纸巾也是 全部扫荡一空 路过各类罐头的时候 突然扶制心灵 拿起水果罐头一看 保质期540天 马上叫不来经理 最新日期的橘子罐头 苹果罐头 黄桃罐头 乌龙蜜桃罐头 琵琶罐头的来20项 甚至心中还隐隐的觉得不够 不管了 明天再继续吧 今天主要买菜和药品 疫情已经过去了 很多药都可以买了 当然 要这方面肯定是交给我爸的 主要是我对一些要缺乏常识 我妈这几天疯了一样买电子产品 买回来后 个大案 轮着下电视剧 电影和综艺 家里的太阳能电板已经装好了 这就是有钱的好处 速度杠杠的 对于静音什么的 虽然我梦里没梦到 对虫子的声音特别敏感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做了 当初家里装修的时候就做过一次 这次算是茶楼补缺 所以快得很 大白菜1000颗 土豆五大袋 洋葱两大袋 苹果十五香 梨石香 橙子十五香 猪羊牛肉这些我也不懂 家里的冰箱能放多少 这些得交给我妈来 各种各样的种子都买了很多 营养土也买了很多 那种泡沫箱子家里有的是 路过超市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好像没有买自热米饭这些 连忙又跑进去买 自热米饭各种口味各来150盒 自热小火锅各品牌 各口味各来100盒 烟酒也买了一点 万一用得上呢 反正不差钱 买买买 把车开回去后 后面就是我爸妈的专场了 尤其是我妈 熟读各类末世文 对囤货十分具有天赋 之所以让我打头阵士 因为她还有别的事要做 没错 就是去准备武器 虽然我也不知道 什么武器对虫子有作用 但是万一呢 我妈居然还买了很多猫杀 通过我爸妈的不懈努力 家里终于除了睡觉的地方 其余地方都摆满了物资 电视里的专家正在说着 经过我们的预测 预计明天将会有百年难遇的流星雨 一家三口沉默了一下 我开口了 爸妈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出门了吧 和我梦里的一样 人们对这场流星雨 抱有很大的兴致 网上更是风风火火的说 哪里是观测流星雨的最佳位置 可惜的是 迎来的不是流星雨 而是重灾末世的前兆 陨石袭击 虽然做梦梦到我们家属于安全位置 但当陨石砸下来 泛起火光的时候 我还是会害怕 这是末世的前奏 这场陨石袭击时间不长 但是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 电视里的记者语速极快地说着 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陨石结束了 我心里反而安定下来了 开始和我妈一起做饭 这会儿正在晚秋初冬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被刚刚那些陨石给吓的 居然觉得有点冷 陨石袭击后的第三天 专家开始让居民不要触碰陨石 发现陨石快及时上报 会有专人处理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供摸着那些专家 应该是发现了这些陨石中 携带着大量的虫卵了 至于没说出来 可能是怕引起恐慌 这些政策什么都我不懂 我只知道陨石袭击后的第五天 小区的物业就穿着防护服 挨家挨户地问 有没有这几天受伤的 说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如果这几天受伤的 GJ会进行免费治疗 那些人还特意强调了不用开门 直接回答就好了 我们一家三口 从陨石袭击的前一天 就在没有出过门 身上自然是没有伤口的 我爸回答后那群人很快就走了 我给爸妈他们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种虫子可以通过 人体表面的伤口爬进去反眼 把人变成母体 这个假设实在是过于恶心 弄得我们一家都吃不下饭 陨石袭击后的第七天 今天我拿着望远镜 看情况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 那个人走路摇摇晃晃 好像喝多了酒 很快就有穿防护服的保安上前 拉着那个人好像说了什么 只见那个人突然之间 好像就很愤怒 一下子甩开了保安的手 然后可能因为惯性作用 退后了几步 接着就趴到了地上 整个身体不正常的抖动 恐怖地来了 只听轰的一声 这个人炸成了无数个虫子 虫子 我连忙喊了爸妈过来看 只见那些虫子飞快地 聚集到了穿防护服的保安身上 这些虫子都是黑色的 乌泱泱的一片 但保安看起来好像很痛苦 身体不断地扭动 过了一会儿那群虫子散开了 只剩下被咬得鲜血淋漓 不剩多少肉的保安 那些咬完人的虫子好像变大了 经过我爸的提醒 我再一观察 好像还真是 今天本来是要商量垃圾怎么办的 被眼前这个场景一冲击 我差点把早饭吐出来 同样是漠视 我情愿是丧失 也不想是这些恶心的东西 这几天电视里的专家 对这些东西三间起口 不住地说着 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浩劫 忘了说了 从陨石袭击后的第五天晚上开始 那些专家说的话就没有新内容了 冷 实在是太冷了 猛地被冻醒后拿出手机一看 居然已经零下了 可是今天才是重灾爆发的第十天 还在深秋 连忙打开空调 然后立马去敲我爸妈的房门 爸妈 你们快起来 降温了 寒醒了爸妈他们后 又找出了暖宝宝一人贴几片 保温壶里还有热水 也喝了点 买个厚被子也拿出来了 我回去睡觉之前我爸还说 总觉得这个天气还会接着冷下去 我觉得我爸在说废话 第二天早上一醒 就发现地面上依旧是密密麻麻的虫子 这些虫子真的是无孔不入 低楼层的外面爬满了虫子 前的虫子还有在网上爬的趋势 但是爬着爬着又掉下去了 看到这里 我连忙让我妈把家里下水管道的地方 多喷点杀虫剂 闻着枪是枪了点 但总比爬了虫子上来好 住在这栋楼里五层的一个叔叔 突然给我爸发了信息 那个叔叔说家里楼层太低 看着外面那些虫子没有什么安全感 想过来和我们家一起住 也说了住一天给一百块钱 家里这么多东西呢 如果让人上来怎么解释 而且就现在这种情况敢放人进门 而且爸 这羞辱谁呢 就算是住宾馆也不可能一天一百吧 我爸脸都黑了 放心吧 就算一天一万我也坚决不同意 我爸回了那个叔叔一句 真不好意思 我们在首都呢 见我脸色不好 我爸还说了一句 放心吧 我和你妈都不是什么心善的人 我们要是一位地心善 也不可能把公司开起来 陨石袭击的第十一天 看着家里的垃圾是真的要想办法清理了 三个人在阳台上讨论的时候 正好对面那栋楼修的一下开始扔垃圾 一开始只有一户在扔 打开窗户修的一下扔下去 接着就是所有高层 几乎都在这样扔垃圾 我和我妈对视了一眼 思思 这些虫子会飞吗 会飞 但是飞不高 它们太重了 有了 在我爸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和我妈连忙拿着垃圾 往另一侧阳台走 另一侧正对着人工壶 隔很远才有一栋楼 漠视吗 难免要避着一点人的 扔完垃圾 我爸告诉我们断网了 我问我爸咋发现的 我爸告诉我是因为游戏打不了了 下午的时候 我们这栋楼不知道 哪一层突然向下扔了一个火球 地上的那些虫子好像散开了一点 紧接着我就听到了惊呼 十几分钟后 从这栋楼里走出去一个女人 看样子年纪应该带了 走路有点盘山 身上披着厚被子 最关键的是那厚被子上还有火 那女人似乎不要命一样 往虫子多的地方去 那群虫子后退了一下 然后又扑上来 紧接着楼里又走出去三个人 看起来像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 只听那个孩子对着那个女人 喊了一声奶奶 然后后出来的那个女人 连忙拉着孩子跑了 那群虫子要去追 喝那个奶奶就被虫子盖满了 这么些天了 以当代年轻人的习惯 是不囤粮的 家里吃十号劲 就得往外冲 因为外面有吃人的虫子 所以就让家里的老人当肉顿是吗 看完以后 我和爸妈他们久久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我妈才开口 也是小说看多了吧 以为国家建立了安全区 以为安全区里没有虫子 就不知道动脑子想一想 如果建立了安全区 肯定会通过无人机 或者广播告知民众 他们就这样冲出去 简直就是找死 还拉上了家里的老人垫背 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家三口 心里都不舒服 但是没办法 救不了 没法救 这次吃了人 血肉的虫子似乎更黑了 黑的都反光 下午的时候 倒是还有几家出去 但是没有上午那户人家丧心病狂 陨石袭击的第17天 不得不说虫灾 像比喻丧尸那些还是有好处的 最起码不用担心 哪里突然冒出来一堆犯罪分子 有必要说的是 这些虫子似乎已经不怕火了 从小去有人利用火出去以后 后续也有人想要效仿 但是很可惜 没什么用了 几乎还没走出几步 就有虫子围上来了 尤其是那些进食过人血肉的虫子 肉眼可见的变大了 但是还好 这个变大的速度不是特别离谱 不是特别惊人 经过这些天的观察 我发现这些虫子 和那些小说里描述的不一样 这些虫子不是什么都吃 最起码像这种建筑物是不吃的 它们好像对血肉抱有极大的热忱 只要出现在地面上的 甭管什么猫狗了 就连地球上原本的虫子 都能被它们给吃了 地面上所有活物 都逃不过这群恶心的虫子 因为是虫灾 所以一定程度上隔绝了 很多人心上的麻烦 我们家也就没有安排什么守夜之类的 当然了 主要原因还是 现在的鬼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明明刚刚进入初冬 但是冷得不像话 身上裹了左一层又一层 忘了说了 不知道从虫灾的第几天开始就停电了 一开始我们是没有发现的 毕竟太阳能装置好用的不得了 还是发现小区晚上 好像突然没有亮灯了 只剩下太阳能路灯还亮着 我没发现这些虫子有趋光性啊 我爸行动力超强的事了 是没有接上太阳能电板的阳台灯 很显然不亮 停电了 然后我妈火速地去关灯 以及拉上家里的窗帘 虽然有这些虫子 在不用怕那些人过来什么的 但是还是要小心 我和我爸都点头同意 今天下午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几架无人机 这几架无人机也不知道干嘛的 既没有喊话也没有物资 就这样围着飞了几圈 然后走了 无人机飞过来的时候 对面单元楼里有高层开了窗 在那里大喊 能不能快点安排救援 家里没吃的了 喊完以后立刻关上窗户 虫灾爆发的第29天 在这期间还是有无人机飞过来的 这次倒是带了吃的 当然了肯定不是头放在地上 而是头放在顶楼 我们家这栋楼也有 但是家里吃的多的是 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出去冒险 这几天天气都不好 阴沉沉的 太阳能电板也储存不到什么电 这时候我才知道 我有一个多么牛逼的老妈 她买了酒精块 酒精炉 反正只有我想不到的 没有我妈没买的 中午的时候 一家人围在一起 吃了一份用酒精锅煮的面 里面还扔了三颗卤蛋进去 鲜鸡蛋这些也有 但是这些对于我爸来说 是要吃饺子的 我真的搞不懂我爸 对于饺子的执念 尤其是无论什么馅 都要加鸡蛋的执念 这天实在是太冷了 一碗面吃完 最起码心里感觉是暖和一点了 其余的几乎没什么变化 身上贴满了满宝宝 虫灾开始后 家里做的饭 已经开始做多少吃多少了 我们虽然食物充足 但是也得省着点 今天饭后 一如既往的看综艺的时候 外面突然下雪了 今年这个雪下的可真早 虫灾都发生了 雪下的早点怎么了 我爸一边挠着头 一边去房间里 抱出一床厚被子 我总觉得更冷了一点 来盖着被子看书吧 刚刚一下雪 我妈就把电视关了 根据我妈的经验 一下子天气又要暗沉沉的好几天 太阳能电板会储存不到电 只能省着用了 还好我妈书买了不少 就是此时此刻 我看着手里的这本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普及 陷入了沉思 爸妈 我这年纪也过青少年的范畴了呀 怎么的 你们还想再生一个 我妈拿起一本书就往我头上砸 想什么呢 这当初我买的时候又没看是什么 直接拿到 虫灾爆发的第31天 那场雪下下了三天 弄得整个地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爸一边端着保温杯喝水 一边一想天开 你们说 这些虫子会不会被冻死 冻死显然是不会的 目前肯定是被厚厚的积雪埋在下面了 天气实在是太冷 几乎雪一停就被结成了冰 这不 雪刚停 对面隔壁楼的五楼就开了窗户 这场雪下的实在是太大 结成冰以后都盖到了三层楼的位置 只见那户人家开着窗户四处看了看 然后就从窗户那跳出来两个人 两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是男是女都看不清 也是真的胆大 直接从五楼跳下 都没有仔细看看这个冰结的厚不厚 这两个人应该都是滑冰的好手 我妈把打扑克的主战场 从沙发搬到了阳台 一边打牌一边关注那两人神兽回来 大概是快要吃午饭的时候 那两人回来了 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 楼层太高 具体带些什么回来看不清 但是光看好几个大袋子 就知道数量不少 这两个人好似是打响了 出去找东西吃的信号 下午的时候又出去不少人 我盯着冰面心里直跳 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 果然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冰层突然裂了一下 惹得那些现在还在冰面上 没到家的人一阵惊呼 到一栋楼下 冰层裂开的缝隙就到他脚下了 老婆接住 只见这人一边把两包物资扔上去 一边手脚并用的往上爬 但是很可惜 爬的速度没赶得上冰层裂开的速度 冰层已经全部裂开 里面爬出数以万计的虫子 一黑一白冲击力度实在是太大 关键是这群虫子啃食冰面 得咔嚓咔嚓声让人毛骨悚然 刚刚把物资扔上去的那个男人 已经被虫子咬到了 这群虫子死命的把这男人往下拖 老公 这男人的老婆伸出了手 死命的想拉住 但是很可惜拉不到 老婆 你要好好的 刚说完 这男人就被虫子淹没了 煞时间 都是痛到极致的喊声 整个冰面上 像这个男人一样的 不下五哥 雪下的大 冰结的快 虫子啃食的速度更快 这场雪后 我有潜意识的觉得 这些虫子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像这些天白天天气冷的 晚间天气更冷 这些虫子晚间会挖坑 把自己埋起来 也可以说是他们怕冷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晚间仍在地面上活动 仍然歹什么吃什么 我连忙把这个发现 告诉我妈他们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也就是说 对我而言极端的天气 对这些虫子来说 却是进化的好时间 这个认知让我们都沉默了 自从虫灾爆发到现在 我第一次问 爸妈 我们真的都能活下去吗 会的 我们已经做足了很多准备了 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而且 我们要相信GJ 他只是这回 还抽不出足够的人力 全部救援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GJ是具有强大毅力的 我们要做的 就是等待 心灵鸡汤 灌了下来 让我突然想通了 也是 纠结这么多 没意义的是干嘛 虫灾爆发的第35天 今天小区里面 突然来了一列车队 这车一看就是经过改装的 车一停 下来了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 这群人裹得极厚 连脸都没有露出来 手里还拿着枪 一下来立马就有虫子围上来 这群人先是生了火 剑火没多大作用后 就开始开枪 可是虫子太多 但是子弹是有定数的 不一会儿这群人就落荒而逃 我爸看了全过程 这群混蛋都这会儿了 还想着称王称霸 刚刚跑掉的那列车队 突然有一辆车折返回来 就在我们猜要做什么的时候 里面的人突然向外面 扔了一袋东西出来 难道这群人 好心的扔物资出来 我话刚说完 我爸脸色就变了 我连帽拿起望远镜一看 指尖的袋子不停地抖动 然后从里面爬出来一只虫子 这虫子比目前小区里的 都要大都要黑 我爸骂了一句脏话 草 一只虫子吃血肉会变大 这只虫子得吃了多少血肉 才会长得和小狗一样大 把这虫子特意扔到这儿 抑郁合围 这虫子属实是变态了 还吃自己的同类 这是我们看到的 第一只进食自己同类的虫子 下午的时候 网络短暂地恢复了一下 一登录个大APP 到处都是求救的消息 一个视频快速地 冲上了个大APP榜首 视频里是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穿着道袍 看起来先锋报骨的 手里还拿着剑 嘴里念念有词 突然 剑一直外面 这男人喊了一句 定 那些虫子好像真的定住了 视频下面都在喊先人 像这种小把戏 是骗不过我爸的 我爸一眼看过去 就说了 这是合成的 果然无论什么时候 都有蹭热度的 这视频刚看完 网络又断了 虫灾爆发的第42天 天气还是太热了 我妈种的那些菜 全部死掉了 死得可惨了 我妈一边摸那些叶子 一边自言自语 没错呀 我是根据步骤种的呀 妈 你是不是忘了 现在有多冷 人家大冷天的种菜 还知道弄个君大衣包着呢 事实证明在这个时候 不能多讲话 否则就会像我一样 不断地被念叨 那你怎么不提醒我 其实主要是我也才想起来 这些天小区里 不是没有人出去 裹得严严实实的 有的甚至穿着防护服 总觉得到车上逃出去就好了 我亲眼看见一户 人家四口人 裹着防护服出来的 一对夫妻带两个孩子 但是刚走没多远 虫子就围上来了 就在我想知道 这个防护服 对虫子的防御有多大的时候 只是请客 就听到了痛呼和孩子的哭声 不过还好 他们一个拖着一个 总算是到了车上 就在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的时候 那辆车突然失控一样 撞上绿化带 紧接着就是从车里 爬出来密密麻麻的虫子 看到这里我倒吸一口凉气 倒是我爸淡定不少 思思 你还记得你提的那个假设吗 把人变成母体 看来他们都变成虫子了 自从下雪以后 一天太阳都没有出过 太阳能电板 几乎一点电都没了 这几天全部都在用酒精块搭个小锅 连着吃了几天泡面后 我向我妈提议吃螺蛳粉 这一提议我们一家都同意了 螺蛳粉的味道真的足够霸道 本以为家里的门窗已足够关紧 没想到这刚吃就听见有人喊 谁家在吃螺蛳粉 我妈听这个声音一个机灵 这好像是之前和我一起 跳广场舞的一个大妈 这个大妈曾经说过 她是从饥荒年代过来的 所以家里存的吃的 最起码可以吃两年 并且吃一点补一点 没想到啊 这鼻子真灵 还好这些虫子对气味不敏感 这些虫子真的很奇怪 对气味 对光都不敏感 唯独对血肉 只要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活物 全都吃 吃完了饭 我妈继续开始她的种植大业 但是这次 她捡了一件军大衣给他们保暖 这天是真的冷 当太阳能电板电力 带动不了冰箱的时候 我妈还在担忧冰箱里 那么多肉会不会坏了 结果看这几天的天气 还好暖宝宝囤得多 不然像这种天气真的要命 极度寒冷的天气 让我们一家三口培养起了良好的习惯 就比如说现在 一家三口正窝在沙发上看书 当然了 是盖着后棉被的 要说有什么不方便的 就是排泄问题了 不过还好 我妈买了非常多的猫砂 每次排泄完直接扔下楼 虽然很不道德 但是这回都漠视了 谁还管这些 今天无人机又来了 依旧是往顶楼上投放物资 我们家对这个没兴趣 也不想出去冒这个险 看书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困 但是这么冷的天气 就算是睡觉也绝不能在外面睡 索性拿起望远镜去阳台看看 这一看就发现了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把我爸喊来后 我爸也看出了不对劲 只见无数虫子搬运着什么 往一个单元门敞开的楼里爬 又有无数只虫子出来 进进出出 看了一会儿只觉得像是蚂蚁搬家 其余的倒是看不出什么 倒是我爸突然脸色一变 坏了 你们记得那伙人扔下了一只大虫子去哪了吗 这个问题属实是触及了我和我妈的知识盲区 见我们捅捅摇头 我爸叹了一口气 我怀疑 那只大虫子就进了那栋单元楼 现在这些虫子都在替这个大虫子找养料 那个大虫子可能是这片区域里所有虫子的王 这一说我们就听懂了 但是这个可能性属实是让人害怕 如果这个虫子不断长大 我们所有人都得玩球 况且还有一只两年后即将要出现的大虫子得解决 我们一家决定商量一下 当然是商量不出什么的 主要是这群虫子什么都不怕 哦对了 怕子弹 怕炮火 可是那些玩意儿我们也没有啊 一开始想的是把这些虫子引走 后来发现不妥 这些虫子实在是过于能生了 而且虫子的变大好像都是吃铜足的 万一把一群虫子引到一起 再弄个大虫子出来 我们还是得玩 这件事实在是太让人头突了 虫灾爆发的第57天 上次虫子的事还是没有个定论 直到这几天天气暖和了一点点 我爸用望远镜看着远处有个大水塘露了出来 我们把它引到那个大水池里冻起来 虽然这个方法听着可行 但是为什么我们能想到GJ想不到 这群虫子看起来也不像是怕水的呀 别管了 试试吧 就算不成功 也得把这个大虫子引得远一点 那边我看了 几乎没人 至于用什么引 自然是用鲜肉引 家里有买的猪肉 就是这肉实在是冻的邦邦引 引之前得把这冻给解了 放在热水里烧了一下 差不多以后就可以绑无人机了 我爸操控着无人机一直往那个单元楼里面飞 还停留了一下才出来 结果哗哗哗的跟出来一堆虫子 唯独没有那个大虫子 难道是那个大虫子 现在只对他的同类感兴趣 我爸做出的假设让我想了一下 然后突然扶制心灵 不不不 他现在相当渔王的角色 他不用亲自动手 多引几次 让他看得见 吃不着 就引出来了 果不其然 引了五六次以后 那大虫子终于出来了 这大虫子体型又大了一些 性子似乎也急躁了一些 剑久久的追不到鲜肉 直接把旁边跟随的虫子给吃了 然后继续追 直到我爸把那大虫子引到水里 无人机上是绑了手机的 无人机回来消毒后 一家三口围着手机看拍回来的视频 然后琪琪表示这个晚饭不吃也罢 没有神妖原因 只是因为拍回来的画面过于恶心 只见那个大虫子到水里以后 水里还有密密麻麻的虫子 大虫子一到水里 水里的虫子就开始吃那个大虫子 可以说是血肉横飞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不能引到水里了 和这是因为水里的虫子 和地面上的虫子进化方向不一样 水资源不能不要 土地资源也不能不要 所以就一直耽搁到 现在还没有系统的救援 我爸恶心完了以后就开始跟我说 只是没系统的救助我们爸了 那些大佬第一时间就救助了 毕竟国家离不开他们 这倒也是虫灾爆发的第63天 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冷 但是我妈种的菜活了 虽然仍然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但是这依旧是一个让人开心的消息 今天刚要做饭的时候 就发现一架无人机停在我家窗户前面 无人机上好像还带着什么东西 看了那个车队扔大虫子的做法后 对于这种东西 我们当然是拒绝的 但是上面有张纸条 我妈凑近了看 发现是那个广场舞大妈送的 上面写着 大妹子 今天是我生日 请你们吃碗面 再看那个无人机 挂的还真的是面 我 这大妈得多大的心 面还是接下了 当然了 我妈做主 放了两包螺丝粉 让无人机带走了 这大妈姓鱼 是个实打实的热心肠 甚至热心的有点缺脑子 我本以为我们家和鱼大妈家 就这么一次交流 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大中午的鱼大妈 又让无人机给我们送了萝卜干 还用了一张 只说明自己炒的萝卜干有多好吃 我妈嘴角抽了抽 把萝卜干拿了下来 然后放上去两包铺盖面 然后第三天 鱼大妈的无人机又来了 这次带来的是辣椒酱 我妈给了三包榨菜 一个卤蛋 并且写了一个纸条 问鱼大妈是不是有事相求 果然这次无人机 刚飞回去就飞回来了 上面只有鱼大妈写的字 写着 妹子 你们有药吗 我小孙子发烧了 能不能给我们点退烧药 无人机给我们送来了一块肉 再肉吃一块少一块的末世 这真的算得上很厚重的谢礼了 这次我妈没放东西进去 重灾爆发的第72天 鱼大妈他们家可能真的是大户 各种东西应有尽有 在我又一次问鱼大妈家里 究竟是做什么的时候 我妈终于从和鱼大妈的 那几次聊天中想起来了 她儿子好像是搞什么运输的 反正运输什么的都会往家里带 包括矿泉水 饮料什么的 好像是吧 我也记不清了 不是 妈 这一片的房子都不便宜吧 你确定她儿子是搞这个的 我爸喝了口热水 然后开口教训我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玩意可赚钱了 结果我妈倒是沉默了 然后一言难尽的开口 因为她儿媳妇家有钱 很有钱 但是看上了她儿子 我原来是这样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都多久了 天气还是冷的让我暴躁 这些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鱼大妈 实在是过于自来熟 今天又让无人机过来了 好家伙 这次带过来的是小学作业本 那种上面打满红叉叉的那种 附带而来的 还有一个手机和三根火腿肠 大妹子 帮忙讲个题 你用手机录下来 谢谢你了大妹子 我妈拿起作业本 一看就把这个活交给了我 加油 给小朋友讲题 的确不是什么人干的事 有的计算对我而言 是一眼看出来的 但是给小朋友讲 总不能说是用眼睛看出来的 虫灾爆发的第81天 寒冷还在继续 地面上的虫子依旧在进进出出 这几天除了吃喝水 剩下的就是给于大妈家的小孙子讲题 题目层出不穷 今天刚刚讲完题 想放出无人机的时候 就发现远处有无人机飞过来 一如既往的投放物资 但是今天投放完物资后 盘旋停留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像是等待居民把这些物资拿走 一两个小时后 这些无人机又动了 开始撒白色的药粉 撒药粉后 这些无人机身上突然又闪光了一下 然后才飞走 这是弄出药粉了 这问题我也没法回答 等这些无人机走后 我就把于大妈家的无人机放回去 顺带着还放了一瓶酸奶进去 晚上的时候 天气更冷了 我们一家缩在一起吃煮方便面 相信我 这波寒潮应该快过去了 对了 下午洒的那些药粉经过我们的观察 那些药粉落到地面上 就变成亮晶晶的一片 那些虫子吃了以后倒是没有死 就是肉眼可见的停滞了一下 地面上没有大的母虫 所以我们也看不出这个药粉 有没有抑制母虫繁衍的作用 光是抑制虫子的行动 哪怕只有那么短短的时间 对我们而言 也是胜利在望 今晚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我爸怕出什么意外 死活要在客厅值班 实在是劝不动我爸 只能多拿两床被子出来 顺带让他贴满暖宝宝 一觉睡醒 天果然开始变热了起来 这热的趋势让我觉得 可能一下子就会从冬天过渡到夏天 虫灾爆发的第90天 自从虫灾发生以后 这个天气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 冬天一过 立马就迎来了夏天 实在热的没办法 只能天天贴清凉贴 开空调 幸好夏天到了以后 天天晴空万里的 真的不缺点用 至于担心人什么的 不存在的 外面这么多虫子 过不来的 我觉得这个虫灾末世 活下来的人 应该比丧尸那些活下来的多 不用我爸说 我和我妈也是这样感觉 国家隔几天就会安排 无人机投放物资 再加上这群虫子 对建筑物没有多大的啃食欲望 坐在家里反而安全 无非就是日子难过了一点 没有水 没有电 虽然投放的物资里有水 但是那个只能够喝 不过也难免 根据这些天 我们不断地放无人机 出去看情况 外面那些河流 有一个算一个 里面全部都是虫子 水资源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值得高兴的是 国家研制的药粉作用越来越大 相信不久以后就会全面清扫 但是今天 我们在小区里发现了一个大虫子 小区里的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跟羊骨一样 养着养着就出现大虫子 然后大虫子再接着羊骨 再出现更大的虫子 这些虫子真的能生 随时随地地生 一生生一群 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了一群虫子的出生 那场景 真的让我恶心地想吐 黑乎乎的一片 这个大虫子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只知道它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 已经很大了 大概和一只藏鸥差不多大 我爸供摸着那些 最先开始爆发虫灾的地方 那虫子得有一头牛大 这些都是猜测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大虫子实在是太能生了 什么都吃 一吃就生虫子 难道这些虫子的使命 就是不断地生虫子 我真的觉得我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验证 虫灾爆发的第97天 教孩子做题真的是个力气活 于大妈家真的什么都有 从一开始的三年级题目 到现在的四年级题目 我委婉地告诉于大妈 他家小孙子没有系统地 学习过四年级的知识点 现在这么做题怕是不太好 结果于大妈送过来了五颗鸡蛋 并且来了一句 没关系 现在的孩子都是这么学的 他家小孙子要是不努力 等虫灾结束了就跟不上进度了 我深感内卷的同时 又任命地继续给孩子讲题 今天无人机又过来投放物资了 投放完物资是一如既往的撒药粉环节 结果今天撒完药粉后 无人机还迟迟不走 紧接着数十架无人机 就把亮光锁定在了 那个大虫子身上 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吵得我耳朵都疼 但只是一会儿 小区里突然来了两辆车 这两辆车也都是经过改装的 车一停 就从车上下来了两队人 这两队人身上全部配枪 穿着防护服 但是根据那个战力的姿势 不难揣测这是军人 只见这对军人一边走一边 撒着药粉 快速地走到了大虫子那 然后快速地射击 但是这大虫子 简直坚固的不像话 好一会儿才死亡 他们又拿出了一个容器 把大虫子尸体带走 余大妈一家开了窗 国家救援什么时候来啊 这群军人顿了顿 各位居民 国家一直在救援 从未放弃过大家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这些虫子刀枪不入 尤其是那些大虫子 并且这些大虫子 还会啃食建筑物 经过专家的发现 这些虫子对人的血肉 有十分灵敏的反应 所以根本不能将 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但是请大家放心 科学家们在努力了 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给大家一片 国态民安 说完这些 这群军人走了 军人走后 那些无人机也走了 看到没 那些军人身上的防护服 都是亮晶晶的 我估计放在药粉里浸泡过 在我问为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 清扫虫子的时候 得到了我妈的一个白眼 你是不是傻 你看没看到 打死一个虫子 用了多少子弹 你再想想 这些虫子几乎什么都吃 那么那些战略物资 虫子吃不吃 也对哦 总之 这群军人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重灾爆发的第109天 这个天气属实是太热了 人天天跟从水里 捞出来的一样 天气热就必须得洗澡 但是这鬼天气也不下雨 况且就算是下雨了 也不敢接雨水烧开了洗 谁知道这雨水里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家里水是储备的多 但是绝对不够洗澡的 于是每次只能 烧一点点用来擦身子 天气太热 晚上开空调都睡不着 可是又不敢时时刻刻 都开着空调 万一空调坏了 这会儿可没有什么空调 维修师傅上门修空调 天天各处贴着清凉贴 坐在竹席上 风扇各种吹 把水放在冰箱冷冻层 冷冻再拿出来解暑 绿豆汤也早就喝上了 直到于大妈家没有绿豆后 我妈还送了一包过去 顺带还送了货香 蒸汽水和几包清凉贴 末世生活不易 人心向上向下 也经不起考究 我们就不了人 当不了救世主 但是于大妈一家 对我们释放了善意 那我们也会回应这份善意 虫灾爆发的第123天 今天从早上起床 开始天气就开始变得阴沉沉的 地面上的虫子 发疯了一样的啃食泥土 然后四散而去 估计要下雨了 果不其然 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 还是大雨 天好像破了一个洞 不断地往下倒水 吃完晚饭后 雨依旧在下 并且没有减小的趋势 下这么大的雨 那些虫子有的浮在水面上 依旧看到什么啃食什么 大部分开始自相残杀了 这群虫子 就是要不断地吃东西 如果周围没有东西可吃了 就会开始啃食同类 这么大的雨 让我们一家都没有睡觉的打算 我妈拿了几包薯片 辣条出来 既然都不想睡觉 那就一起看吧 直到后半夜 这雨还在下 我爸妈他们实在扛不住了 被我赶去睡觉 到了早上 外面宛如发海啸一样 水面已经长到了一层楼高 上面都是虫子 那些玻璃被水冲的碎掉 然后水流带着那些虫子进去 这雨是专门帮这些虫子找吃的来的 我们一边担心着一边等着 国家的举措 下午的时候雨还在下 但是有飞机来了 那种直升飞机拼命地 往水里洒白色的药粉和蓝色的药粉 雨太大 遮挡了视线 所以我们也看不出这些药粉对虫子的作用 但是既然国家行动了 那想必是做过实验的 虫灾爆发的第126天 雨停了 突然停的 前一秒还是往地上倒水 后一秒就出了太阳 那水位开始不停地往下降 水面上漂浮着无数虫子的尸体 可也有无数只虫子在啃食同类的尸体 雨停了以后 飞机又来了几次 每次都是在喷洒药粉 终于在傍晚的时候看到了军人 那些军人依旧是穿着防护服拿着东西 走路笔艇 只见拿着手里看不出什么的器具 开始往地上喷洒 一喷洒 那些由虫子死亡带来的恶臭味 就散掉了许多 前一对军人在喷洒 后一对军人拿着看不出什么的器具 往虫子身上扫 一扫就有胶味 用望远近看 好像是死了一堆 把肉眼可见范围内的虫子弄死后 那群军人又从车上拿出一个仪器 把仪器放在了小区里 紧接着那仪器就开始发出了淡蓝色的光芒 居民们 这是科学家最新研制出来的 可以有效杀虫 但是为了安全 还请大家暂时不要外出 等待 国家 通知 这个消息真的足够让人兴奋 不仅是于大妈 就连我妈都开窗问了一句 真的吗 真的 军人们走了 可是我们一家三口依旧还在兴奋中 厉害了我的国 这才一百多天就要结束了 看着家里依旧堆满的物资 一家人抱在一起笑了笑 没事 宁愿买多 不能买少 这是实话 晚上吃饭的时候 收到了于大妈一家送来的红烧带鱼 也不知道于大妈一家哪来的店 管他的呢 万一人家和我们家一样用的太阳能电板呢 那个特殊仪器的工作原理我们属实不懂 但是明显的能看出来 小区的虫子真的少了好多 与之同时的 是虫子的尸体多了很多 但是还好 军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喷洒药粉 有在末世初期的 那些军人救人的时候身上爬满了虫子 救了那些人后 微笑镜里走向灭亡 有在末世中期的 应该是要抓虫子回去做研究 身上依旧是爬满了虫子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抓虫子 然后放到容器里 交给没有被虫子咬的战友 末世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 而当末世结束 英雄就不再被需要 属于他们的时代就落幕了 国家通知可以外出的时候 我正在和我妈一起看综艺 大广播突然想起来 居民们 虫灾已结束 大家从今日开始可以放心外出 手里的瓜子掉了一地 虫灾结束后 我妈从家里的东西里 找了点题去看于大妈 我总觉得于大妈家里不太对 你想啊 整个虫灾期间 都是于大妈和我们交流 她儿子 儿媳呢 果不其然 于大妈的儿子 儿媳没有回来 虫灾爆发的时候 于大妈的儿子 儿媳在国外的一个海岛上 于大妈儿子给于大妈打电话的时候 身上已经爬上虫子了 妈 你带着豆豆好好的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是你把我拉扯大的 儿子不笑 还得让你照顾孙子 于大妈抱着小孙子 豆豆哭了半天 紧接着就坚强了起来 我们找过去的时候 于大妈正在收拾儿子在家的衣服 见了我们立马就哭了 我儿子是个末世迷 家里吃的用的什么都不缺 就连太阳能电板 酒精炉这些都有 可是你说 他怎么就去了海岛 从于大妈家出来的时候 我妈叹了一口气 于大妈可真不容易 妈 于大妈很厉害的 就算是为了豆豆 也会很厉害 而且 起码人活着不是吗 对呀 起码人活着不是吗 重灾爆发的第159天 国内重灾彻底结束 军队开始帮忙清扫国外 对普通民众而言 生活又回归了上班 上学 重灾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但是起码人还活着 并且国人有着强大的任性 只要人还在 万事均可行